手刺鼓劑 百酒刺鼓劑 百酒足 百酒疯 百酒 utilis 百酒疚 百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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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午要过来 要过来 是啊 真的学 pow 这事我骗你干吗呀 过来干吗 你看我这么高兴 肯定是有好事嘛 这怎么是好事呢这 沈阳 沈阳 过来过来 快 丁子龙 过来 我过去一下 你带队 是 下一个 快点 你这样啊 让这帮小子别练了 你全部收拾干净 回宿舍 洗澡 吃饭 休息 今天下午 安排政治思想课 给他们上 说点条例条规什么的 明白没 操场上 全部收拾干净 立刻 为什么 别管为什么 赶紧去吧 是 好 别练了 别练了 什么情况啊 看笑话的是你 现在不让练的也是你 时间那么紧 怎么就不让他们练了呢 怎么不明白你 田队队过来 一看这帮小子在练 明白了 比赛的时候 肯定不让他们去 非得让我唤不可 看把你紧张成这样 我看换好 应该换 你怎么不跟我一条心哪 换了他们 我的锦囊妙技 不就泡汤了吗 真是 我得说说去 我得说去 不错吗 训练热情挺高的 玉瑶啊 你是有潜力的 班长教得好 今天训练到此结束 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后 礼堂集合 进行调令调令的学习 不够 我们不累 还可以继续练 解散吧 是 不用练了 临时集合大家 是鉴于 在富佑医院大伙的战斗中 大家运用了最有限的条件 救出了很多的被困人员 确保了很多民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 经上级的批准 特授予 八中队集体二等功 安教委 到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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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鹏 到 出列 小伙子 有钱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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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火 你竟敢把这些生瓜蛋子带进去 你真没想过 万一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什么事 我心里明白着呢 这丑媳妇啊迟早得见公婆 早点出去见见世面 对他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是不是 领导 这几年还不错 你们把八中队带得风生水起 又连续拿下几年的优秀中队 那是领导领导得好 你们立功很多 没错 但是你抗命的时间更多 几个中队长里面 就只有你最不老实 胆子最大 领导表扬得好 我在表扬你吗 你觉得我在表扬他吗 喝水喝水 来来喝水 我是看你带兵带得好 又没搞出人命来 我才没有把你调到机关后勤去 那是领导舍不得我 你在怀疑我的决心啊 哪里啊 领导的决心那是很坚定 问你个正事 鼻鼓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嗯 这个事你就放心吧 咱们八中队 什么时候出个岔子 是吧 好吧 可是你得小心啊 小心 我小心什么 你们又得奖又立功 其他中队早就眼红了 都憋着要在比武的时候 把你给灭了 你不想想 你们拿了几年的优秀中队 别的中队会怎么想 很多人盯上你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不是任务不任务 我是说你要在比武里面 拿点真功夫出来 堵一下其他中队的嘴 你非要我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能不明白你说的吗 听好了 准备好 不许有一点差池 你就把这心啊 放在你肚子里面 咱们八中队出马 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是 是吧 好 您放心 你说的啊 走了 领导慢走啊 领导要留下来吃饭 慢走啊领导 怎么办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比武的事 你没看到刚才那个态度 帮打理他 这儿我说了算 你啊 好看吗 好看 妈妈把蜡烛给你插上啊 你个小蝉猫 那不是给我的吗 是给你的呀 那也要等爷爷奶奶来了一起吃 对不对 哦 知道了 那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嗯 我看看啊 快来了 嗯 小蝉猫 不是说好了吗 要等爷爷奶奶来了一起吃 你看这蛋糕上 少了这么一个 多难看啊 要不是今天你过生日啊 妈妈早打你小屁股了 好 爷爷奶奶来了 快点开门去 爷爷奶奶 安叔叔 小蝉 今儿过生日是不是 是 生日快乐 看 叔叔给你买什么好玩的了 哇 谢谢 喜欢吗 喜欢 你来啦 啊 快坐 好 你看看啊 这还有这个 安叔叔这个梯子怎么打开 这梯子你看 拿这小手 来 把它扒开啊 然后你看这 就升起来了 哇 再看看还有什么 哇 多高啊 好高啊 这个梯子叫什么 叫云梯 这叫云梯 哎 是因为这个梯子能伸到云里去吗 哎呀你太聪明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他可以伸得老高老高的 能够救啊摩天大楼里面的人 多棒啊 是不是 是 是 安叔叔出去救火的时候 就是坐这个车了 对啊 安叔叔 那你坐哪个位置 安叔叔坐在 哎 这个司机的边上就是我的座位 那我爸爸原来坐哪里啊 呃 那 你爸爸坐在这儿 挨着我呢 我们俩一直都挨着坐 哦 我去我去我去 好 去去吧 小伟 来开门哪 小伟 爸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乖 小伟 看爷爷奶奶给你买什么了 你快乐啊 爸妈 叔叔 阿姨 呦 安队长也在 小伟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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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次看到你 我们都会想起镇国 你们两个是一起出去的 结果就回来了一个 这件事情是不能完全怪你 但是我们刘家人心里这道坎儿 它过不去呀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刘家了 最好不要让我看见你 因为每次看见你 都会够去我的伤心事 还有一件事情 你应该明白 小伟的妈妈寒露呢 她是我们刘家人 我们不希望你来照顾她 都说祥古不用中锤 你是个明白人 希望以后 不要让我再提醒你了 可以吗 我知道了 再见 再见 猪之后 你狙了 我没有赢 你去 咱们虎儿 聊天 拍摄 我嘲笑 你去 带着 你去 我去 不忽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真好 我爸也有 比你这个大一点 你爸还得过奖 那当然了 我爸拿这个东西跟个宝似的 放在我们家那个柜子里 最显眼的地方 见天擦 我就是不想看也得看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到底是铝的还是铜的 你管它什么材料做的 研究研究嘛 没人 你爸当年 一定是个好兵 好不好兵我是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 和他玩的最好的那几个 都是他战友 冰王啊 听说你爸是飞行员呢 军功章没小得吧 我当兵 我空军考不上了 还有陆军啊 我知道 我这辈子都当不上 我爸那样的王牌飞行员了 但是我当一个陆地省的兵王 训练了 你们继续休息 二宝 到 过来一下 有人找你 走 认识吗 那啥 认识 认识 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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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咋来了 她她是俺那个那 俺老家那个 二宝还有妞呢 行啊 不简单呢 走吧 别在门口站着 不错啊 没想到啊 看好了吧 还不练 累死了冰王 别练了 那你想怎么样 就是别练了 二宝都不在 练什么呀 对啊 你看 咱们少了个人哪 练体能 快点 走啊 还真拿鸡毛当令箭了 就是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妈 走走走 喂你好 我想定一份 不好意思实在抱歉 我们现在很忙 能不能自己来取啊 哦 那不好意思算了 谢谢 谢谢 雪梅 雪梅啊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二宝也来了 这个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二宝加亲戚 我看在中队说话不方便 就带过来了 这两个人就交给你了 好 好 我走了 慢点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坐 这位是 姐 她 是安姑姑 吃点什么 二宝 不用了 姐 吃过了 雪梅姐 我们要两碗牛肉粉 一碗要辣的 一碗不要辣的 谢谢 好 稍等啊 你干啥起汗 你傻呀 你到人家店里坐着 什么都不要 你好意思吗你 人许雪梅姐不是那种人 你想多了 人家不计较 那是人家的事 我们自己能这么不懂事吗 真是 真是 难怪我爹看不上你 生气了 这就生气了 你说说 可怜我一个姑娘家 只给家里留了张字条 就自己跑出来 坐了一天的汽车 跑了无数的冤枉路 还不就是为了过来看你 结果呢 说了句实话 就让人给了个冷脸 你说我大老远图个什么呀 行 我这就走 不碍你也 正好也随了我爹的怨 操板操板 把我直接嫁给隔壁村的王二狗得了 虽然人家推脚是有点不利索 可人家家里至少 还把我当回事不是 也不会随便就甩个脸色给别人看 不是 什么眼光啊你 那王二狗也是登价的 小时候偷看女生洗澡 差点被马上折死 小白 你听来说 你好歹也是村长闺女 是吗 你 你爹啥眼光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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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说啥说 那你倒说说俺嫁给谁啊 你说 我 我 我 反正我爹知道我天天往你家跑 瞅着你不在 他可整天想着法子要把我嫁出去 这次我是偷跑出来的 你要不给我个说法 俺是没脸回去了 我不在乎你挣不挣大钱做不做大官 反正我相中的就是你这个人 你不在乎 俺在乎 俺要是混不出个样子 俺就抬不起头去你家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来来来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啊 好 雪梅姐我来 你当心烫手 你们要吃什么就跟我说 谢谢雪梅姐 没事 谢谢雪梅姐 没事吃吧 不是 那啥 你这跑出来的 废话 难不成是我爹让我来找你的呀 小薇你你你咋这样 你赶紧买手标你赶紧回去 赶紧 你 你就怕我爹生气不怕我生气吗 我刚来你就赶我走 不是 俺的意思是说你看 你 你看 俺们长这么大 爹妈操得心最多 你这样跑出来 你爹妈不得急死啊 姜二宝 我好不容易豁出去 从家里跑来找你 你 姜二宝 不是那啥你赶紧回家去吧 要不你那该疯了 买票赶紧回去 别弄我了啊 行 我住这儿过去 姜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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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你 你 你 这儿了 我 你 那 你 怎么了 没事吧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我看着你呀 就像看着我家的表妹 我以后叫你小妹行吗 有什么委屈 跟姐姐说 没事 学妹姐 这没事 学妹姐 你说 我是不是给阿宝添麻烦了 准备吃菜 这儿怎么看着免熟啊 满风窝 人家女孩给你倒水多有成业 喝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走 你们来了 啊 不好意思啊 又有麻烦你们了 没关系 应该做的 怎么了 锁打不开了 这锁太结实了 我掏了这么多年 没见过这么难开的 不行啊 打不开了 我们来吧 带了破柴工具吗 带了 这样吧 还是让我先看看锁 尽量别破坏门 行 付贱 嗯 报告 怎么了 要不要我去拿其他工具 不用了 用安全绳就行了 安全绳 对 咱们用绳枪 直接从窗户进去 嗯 别担心 我看得出来 这二宝是把你放在心上了 他劝你回去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 你爹越生气 你们俩的事不就越麻烦吗 可是我这次偷跑出来 是铁了心的 没个结果 我怎么都不会回去的 好了好了 你先别这样 我建议你 你先回去 让你爹安个心 这边呢 等二宝站稳了脚跟 我们再商量商量之后的对策 你觉得呢 雪梅姐 好了好了 来 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爱你一万年 爱你 二宝 一会儿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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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会儿凉了 看我 你哥哥呢 哦 那啥 她 她 她回家了 哦 哦 一会儿凉了 你别告诉我你是容光幻发呀 还是防冷涂的蜡呀 二把 喜欢你姑姑吧 你这个人别说我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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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听听听听 都写脸上了 你都写脸上了 面哥 俺现在是正正地告诉你 你再说俺就不脱了 俺今后都不脱 别别别 二宝 不要激动 我跟你讲 咱俩什么交情啊 这兄弟情谊 有什么事你不好跟我讲的 你说是不是 我还好帮你出个主意啊 面哥 不是俺不跟你说 俺是真不知道该咋说 好 二宝 我不用你说 我来问你 这 这行 那小姑娘 是你姑姑啊 我怎么看她比你小很多呀 不是 那是远房亲戚 那咱们江家吉 就是太新疆 不过 出雾符了 什么叫出雾符了呀 出 出 二宝 出雾符 就是不存在近亲结婚的问题 对不对 面哥 算你狠 算你狠 还是受不过你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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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么你 啊 都出五福了 面哥 其实 其实俺跟小妹是一块长大的 俺们两个人 那小妹 小妹 小妹就是俺姑姑 哦 呦 你俩是青梅竹马啊 还两个小无猜啊 嘿嘿嘿 啊 我跟你说 他爹吧 是村子 我不是被人会说 是村子 你把个小妹子 那是在那里 你把小妹子 你跑到小妹子 吃到小妹子 你和小妹子 就要不要 那就是小妹子 不能吃到小妹子 那是小妹子 就要吃到小妹子 那是小妹子 你很想吃到小妹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记好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有李队后班长配合保护 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小子 怎么今天这嘴这么甜啊 小心点 放心吧 嗯 你们两个拉拉点啊 是 好 小姐啊 放放 放 脚顶住啊 顶住 好好好 放放 放 再放 慢点慢点啊 好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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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没问题 好 这小子还不赖啊 是个好苗子 这家伙啊 看见成鹏得奖了受刺激了 一听到出任务 跟打了鸡血似的 想离工是好事 可是不能心急啊 急了会出事的 这事啊 你还得听李队的 太着急反而容易出事 立功这种事情吧 还是要讲缘分 你们 你没事吧 没事 小意思吧 谢谢你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班长呢 他们好像在那边收拾东西吧 好 那我过去找他们 对了 泥腿也不方便 自己以后可要小心点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你呢 谁呢 你呢 我先走了 龙的 还画呢 得了 够好了 别画了 不行 我觉得我们有个环节 还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哎呀 行了行了 别画了 没事 挺好的 哎 今天下大雨 我没有想到大雨居然还要出任务 以为雨天烧不起来 后来听沈阳说才知道 雨天反而容易引起电线短路走 他真是整个代弹的 不过今天的任务跟火无关 停 好 好了没有 好了 走 走 走 放绳子 放绳子 放 放 走 走 走 放 阿宝 你冷吗 寒多冷 我不行了 我要冻死了 我现在就想整个桑拿 说什么呢 今天是夏天冬天怎么办 转心点 是 是 放绳子 自己放 再来点 好 走 走 放绳子 放 绳子 放绳子 绳子 放绳子 绳子 好 走 走 快点 放绳子 落住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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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有人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明明 去电车里没有人 可以往回车来 撤了 收绳子 收绳子 收 搜 搜 快 快搜 枝杆没事吧 没事 准备潮水 好了 你过夜吧你 定死龙 他打起来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快起来 子龙哥 用手 不要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干什么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放开 别打 行了 行了 别动 行了 行了 别动 别打 金哥 我给你 我给你 你 一行 我给你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说是要我们互相道歉 但张志刚毫无动作 为了比武比赛拿冠军 为了要离开这里 我只有妥协 实在抱歉 自己 只会有阵地 既然不清晰 就双手举起 就勇敢挥别悲伤的阴影 就让我们随着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